原标题 历史上的今天 918事变 88周年 1931年9月18日夜 在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婉儿 和高级参谋反元征四郎的秘密策划下 日军炸毁了沈阳北交流桥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铁轨 误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袭击日本守备队 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 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 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维满洲国傀儡政权 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918事变不是偶然的 它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清华战争 是日本帝国主义清华的开端 有条湖爆破现场出片来源 新华社1931年9月19日日军军列急速向沈阳运兵图 为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 展开全文 31年9月6日 张学梁志荣真不抵抗余电918事变的第二天 日军在沈阳外长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来源 北晚新视觉918事变后 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 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此次事变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 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赞抗日救亡运动 918事变虽然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八